今天的八强赛事是夺冠热门的德国 迎来强敌意大利 先来看看这对老对手的交手记录 两队过去交锋了33次 意大利取得15胜 10平8负的优势 面对意大利 德国八次赢意大利都是友谊赛 在世界大赛中的重计为4平4负 从来没有赢过意大利 三届欧洲杯冠军的德国队 在过去五届大赛中都能打进半决赛 而这一次也被视为夺冠热门的世界冠军 是本届欧洲杯目前为一支还为丢球的球队 在上届欧洲杯意大利正式淘汰了德国 而晋级决赛 今天会是他们的复仇战 历史上 意大利只在1968年得到欧洲杯冠军 200年和2012年跟欧洲杯插肩而过 屈居亚军 但他们连续六届杀入欧洲杯决赛圈 本届欧洲杯开打前就不被看好 甚至爆冷输给爱尔兰 而在主帅孔帝的带领下 先后击败二大豪门 比利时和西班牙 也被誉为足坛历史上 防守最出色的球队 战车碰上蓝军 是否能复仇成功 球瓶又会怎么看呢 记得留守今晚8点半的欧杯大斗法 同时你还有机会运走丰富的奖品